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表姐 何鸿燊的传奇一生在98岁画上了据点 豪江风云的故事依然汹涌 二代接棒的争夺战是其中的看点之一 但说起起伏跌宕 还得算起赤手空拳草根上位的一代萧雄们 从傅老荣 叶翰 何鸿燊 再到如今正年富力强的周超华 几个名字就可以串起一部豪江传奇 第一个辗转博彩业崛起的傅老荣 能够隔中听出投资点数的赌神叶翰 将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引入博彩业经营的何鸿燊 老一辈的大亨传奇如风消散尽 如今站在浪头上的已经是太阳集团的当家人周超华 1974年联手霍英东叶翰叶德里 从首带赌王傅老荣手中 抢得了赌业经营牌照的何鸿燊 其名下第一澳门博彩新花园开业12周年之际 一个男婴悄悄地诞生在了澳门台风季 刚刚开始的5月底 他就是周超华 这一年周超华的第一个老大 尹国居才19岁 10岁就因为家贫辍学 15岁就开始呼朋引办炒卖黄牛票的尹国居 因为抢地盘已经和其他小帮派发生过许多的冲突 早早就踏上了靠着拳头意气闯荡的江湖路 16岁时尹国居托人买了一部绵羊载机车 玩起了速度激情 结果一不小心玩飘了 一只门牙就此爆销 由此得到一个崩牙区的花名 崩牙区很快在打码头中体会到了抱大腿的重要性 结识了14K的黑仔华后 他正式混开了 还聚集起几个年龄相近的兄弟 合称七小福 80年代初期 黑仔华开始涉足了博彩业 崩牙区跟着入行 从向赢家索要打赏的闲脚做起 在业内慢慢的站稳了脚跟后 崩牙区等人逐渐向利润尤为可观的放贷身手 1988年何鸿燊在澳门博彩业开始蝶马放树的业务 崩牙区争取到了蝶马权 在90年代中期已经是澳门最大的蝶马仔 此后出身草根的周超华也下场了 当时的博彩业非常的红火 没有家事 没有傲人的学历的年轻人 能够找到的工作十之八九 与之有关 周超华也不例外 周超华从八载做起 带着一帮兄弟占据了 从回力到码头的天桥拉克秋雍 眼睛本就不大的周超华拉克放袋时 笑咪咪的眼睛显得更小了 加上鼻头较大 看起来颇有几分神似香港80年代热播剧的城市故事里的梁思浩 因为梁思浩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彻号是洗米华 大家就借用这个花名称周超华 渐渐的他的本名更加广为人知 咪咪眼看得远 洗米华很快就发现了八载的瓶颈 小眼睛滑路路一转 洗米华想出了一种新的称之为报数的借款方案 筹码越滚越大 八载获利也越来越多 这种借贷方式不仅让洗米华占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更让他从一众八载中脱颖而出 头脑灵活善于揣摩客人心理的他 很快被邦雅区招入会下 邦雅区重获自由以后 某次宴会上洗米华过来给这位昔日 提携过自己的大佬敬酒 洗米华火速上位 成了邦雅区门下的一个得力干将 但按照这些江湖人物的备份规矩 他只能算是邦雅区的徒孙 邦雅区鼎盛时期的形式高调不择手段 膨胀心态在他没拍自媒体电影 豪将风云中表露无遗 1998年5月 邦雅区铛铛入狱 洗米华就此接手了部分他的示意 说到底邦雅区和洗米华在博彩业的盈利链条上 都是做迭马仔这种中介服务的 并不直接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正因如此 除去能否招揽到足量稳定的客户资源以外 是否能够获得大规模高档博彩场所的支持合作 也是维系他们营收的重点利益所在点 邦雅区入狱后 部分场所终止了合作 就在此时 何鸿燊的四房太太梁安琪对洗米华抛出了橄榄枝 在赌王的四房太太中 梁安琪绝对是一个狠角色 不同于原配长房李宛华付出的一切 却落得深厚的凄凉 也不同于二太蓝琼英 隐身幕后着力地培养儿女接班 更不像三太陈婉珍低调隐忍 梁安琪自从跟了赌王之后 就没有安于只当一个阔态 而是努力地在一线与另一半并肩 原本是舞蹈演员出身的四太 虽然是很聪明也很拼 但是她在另一盘根错节的博彩业毫无根基 赌王虽然宠爱她 但在商严商事业上并不对她有所偏袒 四太想要出头 还得找到得力助手帮忙 习米华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邦雅区出世以后 习米华还只有二十四五岁 年轻有冲劲 人又机灵 缺的是背后的靠山 四太能够帮她接通了天线 让她成功拿到了迭马权 并承包到了赌王名下博彩场所的不少厅 而习米华的能力更是使得她们的合作成为双赢局面 得到四太的扶持后 习米华不仅快速地积聚了大量资本 天生的商业嗅觉 灵敏的她更开始从单神的博彩业顶级中介转身 尝试着投资了餐饮 娱乐 地产和酒店 金融 影视等多个领域 习米华旗下的太阳娱乐 还曾携手经纪人黄博高 从温兰 徐志安 吴奇隆 薛凯奇等都有合作 不仅如此 她还在菲律宾拿下了网络博彩的牌照 赚得了盆盈钵满 跃升为身家百亿的超级富豪 近年来习米华热衷通办澳门的影展 拉动旅游博彩的餐饮业一起创收 与四泰的结盟可以说是 习米华人生的第二次重大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 出身草根的她 或许只是想让生活过得好一点的普通生活 但得到贵人的相助后 人生开挂的她平步青云 也开始筹谋布局自己的事业版图 甚至被问到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代赌王时 她的目光忍不住闪烁了一下 时宜是意 当年赤手空拳只得胸口一个泳字 和一个机灵精明的头脑的后生仔 如今也成了一方豪强 而曾经扶持提携习米华的四泰 在赌王过世以后 虽然手握股权以及何家长孙 奈何依然根基尚显 与不止多年养育的何超穷何超凤 何有龙军士 商界精英且深得和家企业元老们拥戴信赖的二太 蓝琼音相比 依然不占优势 由于博彩业的牌照将在2022年到期 有媒体报道 习米华或将卷入这一轮牌照尽头的战局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 他可能继续与四泰达成战略合作 帮助四泰在尽头中拿下牌照 赢得更大的话语权 也有媒体解读 习米华直接下场尽牌的可能性并不大 毕竟如果下场争取到牌照 这也势必让许多的合作者变对手 容易两败俱伤 对于相关的事物 习米华方面则是态度模棱两可 并未表态 但是生意场上瞬息万变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邦雅区为了试探人心操办的母亲寿宴上 给当年爱将习米华预留的座位始终虚悬 曾经从尽的老大也不经意变成了疏离的别人 有人就有江湖 人就是江湖 人心总会出现新的欲望 欲求江湖也永远不会平静 独王何鸿燊离世以后 不仅是何家的变数 也被认为是行业的变动 资本人脉情义 在好江的博弈又将如何掀起新的风云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但江湖的魅力正在于此 风险与机会并存 永远会有新的传奇出现 习米华从草根马仔一路窜升到了如今 他笑称自己一直都很任性 这或许是他对自己商业直觉的一种自信 但46岁的习米华 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 贱人就扒住肩头问 要不要帮忙的八仔了 时至今日他会在酒会上敬酒 表明对崩亚区当年提携的感念 也会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明确做出回应 很明显生意场上的习米华 是一个头脑清醒 处世冷静的商人 好了今天的八表姐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